9号要订的 手鱼片摊位从早开始大排长龙 有人买现切的 有人预定当年菜 还有人全包当天吃 过年也要吃 好不容易抢到手 乐得秀出战利品 鲑鱼 鲑鱼和其余 现场切片装和外袋 还有一颗颗鱼头 都是掏客锁定目标 年节气氛强强混 太晚到手速卖 恐怕只能隔天晴早 预期越接近过年 买气更旺 有业者24小时营业 自主进修 但提醒除夕当天 无法接订单 提早买的千万别冰冷冻 业者也透露 最近余价上涨 成本也会逐渐反映在售价上 根据批发市场交易行情数据 这周对比前一周 红杆涨到每公斤 299.7元 涨36.6% 石斑鱼也不遑多让 涨了32.6% 而往年 必涨的白昌 从562元 涨到723.3元 涨28.7% 上部分消费者 下手时 有点犹豫 但也有民众表示 家里要吃的 过年还是硬警 讨好彩头 比较重要 华视新闻 曹生 陈建安 台北采访报道 哈喽 我是雷亚 想要抢了先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